好 為什麼要說臺北市疫情連環報呢 因為現在除了北農 還有士林某間長照機構之外 另外還有北疫中心 現在包括了北台灣最大的家禽批發市場 環南市場也爆出有22名攤商確診了 好 臺北市議員許淑華 他就接獲了民眾陳情 說環南市場爆發群聚感染 雖然北市府三度出動機動快篩隊 但是只篩檢了790個人 那麼市場裡面總計有2800名員工 這數字只占了28% 就擔心會有隱藏的確診數字 現在許淑華建議了 北市府應該要強制來快篩 才不會讓疫情報不完 環南市場有兩個攤位空蕩蕩 一個人也沒有 因為市場內爆發群聚感染 5月26號到6月15號就有15人確診 陸續統計23號為止 共有22人染疫 你看那個他們都不敢來 人家也生意不敢做 攤商急著澄清說都有消毒 但空攤位會說話 加上議員質疑22人確診 北市衛生局卻沒有 狂烈疫調 陸陸續續還是有這個攤商確診 所以他們很擔心 也很害怕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北市府就比較不知道說 他在市場工作 然後他有去外面篩檢陽性 所以就沒有被狂烈到這樣子 會長坦言 北市府溝通有落差 自治會介入後 才幫忙全面狂烈消毒 而議員更指出市場內有名 攤商女兒確診 爸媽照常來市場上班 有攤商新驚驚通報衛生局卻沒有下文 但如今這名攤商也出面反駁 網路上的族群都一直攻擊我 我都很害怕 18號快篩一次 市場規定三天再快篩一次 我們已經快篩兩次了 越說越難過 畢竟照市場處規定 攤商夫妻倆當下立即停業 雖美和女兒同住並未匡列 卻人馬上篩檢 全市陰性 審議卻已大受影響 追根究底 即便北市府在6月9號 11號18號三度出動 機動快篩隊 但攤商總工作人數 有2800人 僅1054人造冊 快篩780人 只佔28% 篩檢數少 動作又慢板牌 那還有264位 可能就是隱藏性的一個 確診的一個黑數 趕快針對這264位的部分 立即進行強制性的快篩 對此市場處則強調 相關單位目前持續溝通 若有足跡將停業 並天天消毒 但確診數往上飆 恐怕也讓市府的疫調匡列 被打上大大問號 記者綜合報導